这个重达300斤的大胖子 自从被吉普赛人摸了下脸 他就像被诅咒一样 每天体重都会瘦上几斤 不管他怎么胡吃海塞 冰淇淋 油炸大虾 火烤老母鸡 男人都依旧越来越瘦 最后还成皮包骨 身体虚弱的眼睛都睁不开 差点就小命不保 可他到底做了什么上天害理事情 才会遭到吉普赛人的诅咒呢 男人名叫胖哥 是个颠倒黑白的律师 不仅和警长法官暗中勾结 还因为给黑手党老大成功脱罪 获得了对方的大人情 然而就在这晚开车在老婆回家时 对方火气上头 硬是不受交通规则要给胖哥吹哨子 结果一分神 哐当一下 完了 撞死了一个老妇人 但胖哥压根不慌 靠着自己的人际关系 在法庭判决上成功洗脱罪名 什么事都没有 哪知他刚走出法院 身为妇人爸爸的吉普赛人酋长就找了过来 只见对方伸出手 自此之后 胖哥发现自己每天都会受个几斤 老婆以为是给他做的减肥餐有效了 孩哥那开心庆祝 然而隔天和法官一起搓澡时 对方说自己也被吉普赛酋长摸了 现在肚皮上还长了些小疙瘩 但两人不以为然 认为只是皮肤病而已 可之后的短短两周时间里 胖哥近一下瘦了40斤 但奇怪的是 他明明早在一周前就停用减肥餐 还开始大鱼大肉 却依旧还在瘦 等胖哥去医院做检查 就连医生都说他各项指标正常的很 没办法 为了保持体重 他只好继续高热量食物进行加餐 但都始终还在瘦 可胖哥忽然想起 法官也被吉普赛人摸了 他想着去看看对方的现状 哪知其妻子告诉他 法官现在终日不出门 只因其皮肤开始变硬 还长出了鳞片 而这也对应了 吉普赛人对法官说的那两个字 西 这个警长遭人诅咒 现在皮肤开始溃烂 手掌都肿得像猪体 而这个胖哥也遭诅咒 两周前还是300斤的他 现在竟瘦下了100斤 哪知警长开始发狂 将胖哥赶出了家外 接着砰的一声 警长受不了诅咒选择了自尽 要是当初胖哥没有撞死吉普赛 酋长的女儿 法官和警长没有给他暗中脱罪 三人也不至于遭到酋长的诅咒 现在两个人得了皮肤病 胖哥也要面临受到死 他不愿坐以待毙 想要找到酋长破解诅咒 他回到家想找老婆帮忙 却发现对方竟和自己的医生 商讨着要把胖哥强制送去精神病院 只因他们不幸诅咒这一说 胖哥两眼直冒绿光 只好孤身一人去寻找酋长 他来到吉普赛人的马戏团 成功找到了酋长 但其旁边的货架上 竟挂了法官 警长和胖哥被诅咒后的人形玩偶 接着酋长孙女把玩偶扔给胖哥 就拿出弹弓想要射他 胖哥赶紧跑走 面前却驶来一辆车 司机竟是已经满脸干裂 如同蜥蜴一样的法官 随后两个人驱车逃离 却不料酋长开这个油罐车 静止地往他们撞去 好险 这一切都是长梦 胖哥赶紧打给法官 哪知对方妻子告诉他 法官昨晚还真就撞上油罐车给抬走了 为此 胖哥再次打听线索 成功找到了酋长的营地 他晾出自己瘦骨灵循的肚皮 祈求酋长解除诅咒 但对方的女儿可是给你撞没的呀 怎么可能解除 就算胖哥跪地抱大腿 都始终不顶用 难不成 他这下还真要受到死吗 我的天 一个300斤的大胖子 短短两周却受到100斤 脸颊凹陷受脱下 活脱脱地成了皮包骨 身为黑手党老大的哥们 听说胖哥遭到吉普赛人诅咒后 决定为其报仇 只见哥们收买了个小伙 让对方看到吉普赛人出现就通通报信 哪知隔天一早 小伙就被酋长的孙女发现 等到胖哥两人找到他时 小伙就已经血肉模糊成了干尸 哥们忍不了这口气 当晚就袭击吉普赛人营地 拿着把大AK就是兔兔兔 还把酋长的孙女婿给秒了 但由于天色太黑 他们根本就看清哥们的脸 接着到了天亮 哥们就伪装成佛波勒 以路口供为由 将酋长孙女带到了小木屋 只见他放倒对方 并在其头顶放上硫酸 警告酋女要是在两小时内 不把酋长叫到灯塔见面 那到时他们整个族人就完了 随后胖哥孤身一人来到灯塔 但因为身体太瘦弱 他逐渐意识模糊昏睡了过去 直直酋长到来 这才把他唤醒 而此时酋长为了家人安全 也同意给胖哥解除诅咒 只见他拿出一个草莓派 并将胖哥的鲜血滴进去 这样只要给别人吃下 诅咒就会转移 而恰巧 胖哥内心有了人选 他回到家中找到老婆 通过一番善意的谎言 诱导对方将草莓派吃下 等到隔天睡醒 老婆果然已经瘦死了 哪知胖哥走下楼时 女儿却说自己 今天拿了草莓派当早餐吃 说完 还不忘沾上一手指说了一下 这下胖哥都懵了 自己明明想整老婆 现在女儿也遭殃了 他挖起一勺派想着自尽 但门铃忽然响起 是当初和老婆商讨 把他送去精神病院的医生来了 胖哥忽然心生一计 他拿起草莓派 就招呼了医生进屋 而故事 也就留下开放性结局结束了 对此 你认为胖哥和女儿 以及医生的结局是怎么样的呢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兽到死》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